那接下来带你来继续看到台东县政府教育处 为了展现台东师生学习音乐的成果 提供孩子展演竞赛的舞台 日前在文化处艺文中心举办 112学年度全县学生音乐季师生乡土歌谣比赛 各类组第一名且为优等以上者 将代表台东县参加全国赛 各参赛个人及学校都卯足成立 期待能为自己及学校争取最佳荣誉 指挥在台上挥舞首饰 指挥乐队进行演奏 为了展现台东师生学习音乐的成果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每年都会透过艺术音乐竞赛 提供孩子展演的舞台 我们的个人赛其实可以让有很多 像钢琴组小提琴等等 就让他们平常有在学习的小孩子 我们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做个比赛 互相切磋 那在团体组的形式就很多元 像行进的管乐 儿童的管乐合奏 直抵合奏或是打击的这些 最主要是让他有团体的参与 培养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能力 历年以来台东参赛表现成绩优异 新兴国小冰茂国中也联获全国赛特优 而今年也再次代表台东县参加全国决赛 而学子亮眼的表现也见证台东县学校推动音乐艺术教育的成就 藉由每年举办的比赛增进竞赛经验 也持续培养县内学生音乐艺术人才及提升音乐素养 今年我们的特色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分区赛 那有四个项目我们其实就是让他们先进行分区的比赛 荣获优等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决赛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两个学校已经连续两年都获得全国的特优 就是新兴国小跟低茂国中 所以他们就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全国的这个总决赛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县府因为要致力推动 整个让我们的孩子有能力的可以要给予这个栽培 那艺文活动本来就是要生根 所以我们在台东县市上也有合唱团跟弦乐团 那这两个团呢最主要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组团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的不管在弦乐期或是他的人声vocal的部分 可以优势展能 同时也可以学习跟别人合作 建立自信然后沟通的能力 为了让台东孩子有多元展演的舞台 县府将在12月30号办理学习成果演出 开启台东县合唱及弦乐之旅 让孩子在音乐的领域中绽放自己 也欢迎宪明一同来享受孩子带来动人心弦的音乐盛宴 记者杨紫萱台东市报道